爱思考的小竹可真 1890年3月7号,在浙江上榆县的一户普通人家,一个小男孩姑姑诞生了,父亲给他取名叫竹可真。 小竹可真聪明过人,两岁时就开始认字,七岁时就能吟诗。 童年的竹可真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总是充满了好奇,而且善于观察,勤于思考,这为他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有一次,父亲带着小竹可真上街,看到大街上的热闹场景,小竹可真别说有多开心了,不时地向父亲问这问那。 哎,小家伙的问题就是多呀。 这时,路过一家布店,父亲指着布店的牌匾问他,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字吗? 不认识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店吗? 当然知道了,恒生布店是这里最有名的。 对,台匾上写的就是恒生布店四个字。 这一下,小竹可真可来了兴趣,他每次随父亲上街,总是连问带猜,没多久就把家乡东关镇街上的牌匾认变了。 一天,下雨了,小竹可真站在屋檐下躲雨,他饶有兴趣地数着屋檐上落下的雨滴。 一滴,一滴,两滴,三滴。 他无意间低头,却突然发现,在每一个水滴的落地处,石板上便对应着有一个小坑。 呀,石板上怎么会有小坑呢? 朱可真马上回去问妈妈。 妈妈,石板上的小坑坑是怎么回事? 是雨点打的呀。 小小的雨滴怎么会把石板打成一个小坑坑呢? 主可真的妈妈是一个有心人,她非常注意保护儿子的好奇心,她认为,一个小孩要是什么好奇心都没有,对什么事情都觉得平淡无奇。 那么,长大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,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,也不可能做出大事来。 到头来,只不过是一个庸人而已,于是,她十分巧妙地回答了儿子的提问。 一个小水滴,力量不大,但常年滴下去,就连石头也能砸出坑来。 这就是水滴石穿的道理,我们做事也是一样的道理呀,只要持之以恒,就一定能做成。 原来是这样,我明白了。 妈妈这一席话,使幼小的主可真深受启发,深受教育。 从此以后,主可真更加努力地读书,学习各方面的知识,大大丰富了自己的头脑。 后来,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赴美留学生班。 在国外,学业有成,获得博士学位以后,她又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憧憬,返回祖国,潜心从事气象科学研究。 最后终于成为著名科学家,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。 小小的雨滴,引起了小竹可真的好奇心,并从中受到了启发。 小朋友们,自然界中常常会刮风下雨,还会起雾下雪。 这些现象引起过你的注意吗? 在生活中,小朋友也要做一个有心人,要学会观察,勤于思考。